我看新聞你在那邊講那些話 我覺得很多語 你又在那邊出來講你的家人 你今天從小到大 你被呵護被制 你長大了 做人要先反省自己到底有沒有做到 我們直播開著 去公審我們的父母 那今天你就是一個王X蛋 我跟你們說 林茵真是一個好媽媽 誰希望自己的兒子變成這樣 沒有人希望 你說 他不開心 說我要了解什麼 我們怎麼過 你怎麼過 我說我這裡不是要說 你又有那個民主 你嚇你們父母 我實在看不到 拍過兩次片 我看新聞你在那邊講那些話 我覺得很多語 你又在那邊出來講你的家人 你今天為什麼這一口流利的英語 你爸媽花了多少錢 供你從小到大 讓你念了康橋 讓你出國留學 光這一點 你知不知道 就台灣多少的父母都做不到 你今天從小到大 你是被呵護被制 你長大了 做人要先反省自己 到底有沒有錯 我們直播開著 去公審我們的父母 那今天你就是一個王X蛋 從小到大對你呵護被制 花了這麼多錢 栽培你 長大之後開直播 罵父母 我一次拍片 跟許家好 結果敵英有來 孫安佐也有來 敵英就跟我說 館長謝謝你啊 這麼照顧ANGEL 什麼什麼 我跟你說 敵英真是一個好媽媽 你從他的言行 舉止 他跟他講話的態度 孫安佐回他的那種態度 你都可以看出來 敵英真的是一個好媽媽 誰希望自己的兒子變成這樣 沒有人希望 但是他付出了這麼多的愛 他也花了這麼多的錢 你說他不開心 說我了解什麼 我們怎麼過 你怎麼過 我說我真的沒想要說 你還有那個民主 你嚇人爬爬爬 我實在看到 我們一定是先知道他一定是合法的 我們不會讓我白癡 我們也很聰明 所以 這絕對都是在我們掌控 我們計畫的範圍之內 他很專業 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他不是白癡 他不是白癡 我們現在在研發火箱 大家可以等待他在YouTube上更新他的火箱實測影片 那 反正安卓就是最近在研發這個火箱 然後他最近也做比較多冷冰性的東西 對 絕對是合法的 我們也不會那麼愚蠢 就是我們一定是先知道他一定是合法的 我們不會那麼白癡 我們也很聰明 所以 這絕對都是在我們掌控 我們計畫範圍之內 所以他絕對是 不會是在 槍砲彈藥 倒卻管制條例的管控範圍之內的 這一點是絕對是合法的 基本上他很專業 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他不是白癡 他都一直在做這些武器 他知道 他一定是做合法的 我們才會拿出來 所以 媒體應該停止這種 媒體獵物的行動 因為說實在 他不會傷害人 就是對武器有興趣 他有才華 他願意研發新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是 一件大好事 他幹大好事 他不是幹大壞事 各位 所以我覺得 應該停止這樣的 媒體獵的作為 是 是